来到2019年几亥诸年,许多人会关注自己的流年运势,12生肖在诸年里运势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? 李居民老师根据2019年生肖工位的吉凶和神沙,来推算出各自的运势及运程完整版,希望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运势,来制定风水布局,以达到开运望宅的效果。 叔鼠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几亥诸年,叔鼠人的感情运势还是很不错的。 对于单身的叔鼠人来说,由于受到天德贵人的影响,叔鼠人能够收获很多不错的机会,去结识自己心仪的异性,加上叔鼠人聪明讨喜,所以,收获正元的可能性很高。 对于有伴的叔鼠人来说,今年跟伴侣之间的感情浓度非常之高,建议叔鼠人今年好好跟自己的伴侣相处,平时也可以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增加双方的感情。 叔鼠人2019年健康运势,对于有伴的鼠牛人来说,今年跟伴侣之间的相处较甜蜜,鼠牛人今年需要好好珍惜与伴侣的相处时光,努力拓宽两个人的甜蜜生活的可能,为未来良好的发展打下基础。 鼠牛人2019年健康运势,2019年鼠牛人的爱情运势较为不错。 今年对于单身的鼠牛人来说,桃花运势不错,加上鼠牛人本身比较踏实诚恳,很容易获得异性的好感,所以在跟异性相处的过程中,能获得一定的收获。 对于有伴的鼠牛人来说,今年跟伴侣之间的相处较甜蜜,鼠牛人今年需要好好珍惜与伴侣的相处时光,努力拓宽两个人的甜蜜生活的可能,为未来良好的发展打下基础。 鼠牛人2019年健康运势,进入2019年激害猪年,鼠牛人的健康运势还是不错的。 但是,由于今年鼠牛人在事业上比较忙碌,需要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,平时应酬的时候少喝酒,少熬夜,规律自己的作息和饮食,另外注意检查身体,以免留下隐患。 鼠虎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激害猪年,鼠虎人的感情运势较为不错。 鼠虎人2019年健康运势,进入2019年,鼠虎人的健康运势不错。 由于鼠虎人今年受到吉星照命,可以化解今年鼠虎人破太岁的煞气。 但是鼠虎人还是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多加注意,定期体检。 鼠虎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几害猪年,鼠虎人的感情运势较为平稳。 今年鼠虎人的婚姻宫没有凶星的侵袭,因此,鼠虎人可以收获较为稳定的感情。 对于单身的鼠虎人来说,由于鼠虎人本身性格温和,再加上温文有理,所以在异性面前颇受好评。 鼠虎人2019年健康运势,进入2019年几害猪年,鼠虎人的健康运势较为平淡。 鼠虎人今年需要努力做好日常养护工作,对待身体需要多加细心。 特别是对于鼠虎的老年人更是如此,老年人虚。 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,定期做体检,以防大病侵袭不自知。 鼠虎人2019年爱情运势,鼠虎人2019年爱情运势相对还是不错的。 特别是鼠虎人今年的桃花运势,可谓是非常旺盛了。 对于单身的鼠虎人来说,桃花运势的旺盛,不仅代表鼠虎人的选择范围增加,也代表鼠虎人成功的几率将会增加。 但是鼠虎人还是应该多加注意,不要被众多的桃花灭了眼,坚持自己的初心,这样才能有利于鼠虎人收获自己的正缘。 对于有伴的鼠虎人来说,今年跟自己的伴侣之间感情还是很好的,建议鼠虎人好好把握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,特别是经历了去年充太岁的影响之后,两个人需要合适的契机做下来,好好相互倾诉与理解。 鼠虎人2019年健康运势,健康方面,鼠虎人今年运势不错,平时多注意身体,工作忙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按时吃饭和休息,不能运扛这样无异于拿自己的身体来消耗,对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。 鼠虎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几亥诸年,鼠虎人的感情运势较为平稳。 对于单身的鼠虎人来说,今年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桃花,但是鼠虎人本年桃花质量较高,所以,鼠虎人还是有很大的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正缘的。 鼠虎人2019年健康运势,进入2019年,鼠虎人的健康运势较好。 今年鼠虎人的健康运势虽然不错,但是也需要提防冲太岁煞气的影响,平时尽量少接触一些潮湿阴冷的地方,活葬场等地方需要尽量少去,以免沾热煞气。 另外,鼠蛇人今年需要注意道路安全,平时过马路需要集中注意力,不能三心二意。 鼠马人2019年健康运势,鼠马人今年的爱情运势不错。 对于单身的鼠马人来说,今年有不错的机会可结实优质的异性,鼠马人本身善谈,并且外表形象也是不错的。 只要注意跟异性相处的时候,保留真诚和真心,还是可以成就良缘的。 对于有伴的鼠马人来说,今年跟伴侣之间的感情不错,但是鼠马人个性可能会有点强势,需要鼠马人好好克服这一点,平时大事小事相互商量,遇到问题不要先想着争吵,而是先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。 再者,两个人多一些二人世界的时间,也有利于增进双方的理解与关爱。 鼠马人需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,否则恐有病痛缠身。 鼠洋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击亥初年,鼠洋人的感情运势,可谓是非常不错了。 鼠洋人性格温文尔雅,本身十分具备个人魅力,再加上良好的感情运势的加持,单身的鼠洋人今年在婚恋市场上十分的抢手。 鼠洋人2019年健康运势,2019年鼠洋人健康运势较为不错。 今年鼠洋人只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的话,是并没有什么大碍的。 但是凡事也不能掉以轻心,还是应该多加注意,定期体检是必要的,以免到时候突发大病手足无措。 鼠洋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,鼠洋人的感情运势较为不错。 今年鼠洋人的桃花运势旺盛,鼠洋人经常会出入一下较高端的场合,结实一些不错的异性。 鼠洋人2019年健康运势,今年鼠洋人的健康运势一般。 鼠洋人应该更为在意自己的身体,平时尽量不要做损伤自己身体的事情。 鼠鸡人2019年爱情运势,鼠鸡人进入2019年,由于健康公位上有凶星病服入宫。 今年鼠鸡人的健康需要多加注意。 平时除了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对鼠鸡人的影响之外,还需要多加注意一些别的方面,带给鼠鸡人的影响。 例如饮食和作息等,另外,平时注意体检,争取早发现早防治。 鼠狗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,鼠狗人的感情运势相对来说较为一般。 鼠狗人需要忍住自己急躁的和急于求成的心态,多加琢磨对方的喜好,慢慢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,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失败而打退堂鼓。 对于有伴的鼠狗人来说,今年跟伴侣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争吵,双方平时要多注意体贴对方,这样才能让双方感情越来越好。 鼠狗人2019年健康运势,鼠狗人今年的健康运势较好,今年鼠狗人需要好好珍惜好的健康。 运势,平时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,定期体检,平稳度过今年。 鼠猪人2019年爱情运势,进入2019年极海猪年,鼠猪人今年感情运势较为平淡。 对于单身的鼠猪人来说,今年桃花运势一般,但是由于鼠猪人的桃花,今年得以遇到吉星照顶,不会受到奔命年煞气的侵袭,所以,总的来说,还是质量不错的。 但是鼠猪人还是应该仔细甄别,不能掉以轻心,探清对方的底细以及初心,这样才能收获自己的正缘。 对于有伴的鼠猪人来说,今年跟伴侣之间感情平淡,鼠猪人需要改变自己懒散的行为习惯,平时多思考一下两个人可以有哪些改进,这样的话,鼠猪人与伴侣之间的感情才能长久发展。 鼠猪人2019年健康运势,鼠猪人今年的健康运势良好,但是鼠猪人也不应该掉以轻心,特别是对于鼠猪的老人,以及小孩更应该如此,平时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。 有鼠猪小孩的大人需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,远离水源,否则恐有水蜜。